劉怡君 劉教授 來跟我們談一下 在Coviena Team之後 全美國的牌亞裔的情況嚴不嚴重 好 那我先回應一下委員剛剛所提到的 就是川普他真的是一個 非常非典型的一個美國總統 那麼他原則上他是一個商人 所以他是一個非常目標導向的一個人 就是看他的投資報酬率 所以現在他最關切的其實就是年底他的總統大學 那麼仇中基本上是他的籌碼 其實蔡英文就有票 對 也就是說今天把所有的這些 發生美國的這些問題通通都丟到中國 說啊 這是被中國害的 比如說像Covid-19 他會強調說這是武漢肺炎或是中國肺炎 那麼他自己的無能 那麼他其實不去檢討 但是他會說都是被中國害的 所以他會用仇中的方式 那麼挑起仇恨 那麼挑起這些矛盾 然後用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爭取他自己的選票 所以這一點上面 也就是因為這樣在Covid-19 在美國非常嚴重的這個過程中 那麼他並不檢討他自己 川普這個團隊裡面 他們對於疫情的控制上面的舒適 尤其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記得在1月的時候 那麼就有非常多的記者會問川普說 欸 那美國現在對這個疫情有什麼反應 他那時候吃之以鼻耶 吃之以鼻 對 他都會說 他都會說 We are fine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It will go away right away We're doing fantastic American great again 他基本上都會講這些 非常多 對 他強調那時候強調到重點是說 這是亞洲人的病 我們不會得到的 我們現在才多少人 我們沒有問題 對 我們大概他是說 現在你看到流感死了多少人 現在多少人 對 他還會講說 你看我們現在是什麼東西都是under control 那個時候有非常多這樣的疫流 我們可以看到他在那個時候 他完全沒有採取任何的行動 那麼到最後變成了 真的就是在美國蔓延 然後造成非常嚴重的這些損失 尤其是經濟 然後現在甚至造成了差不多有兩千 四千萬美國人 現在目前是失業的狀態 對 所以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一個狀態 可是他為了要能夠 讓他自己可以順利當選 所以他需要找一個 替這包養 這個就是中國 所以他就甩鍋說 這都是中國害的 目前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他挑起了 在美國仇恨亞裔的 這樣子的一個情緒 那麼陸陸續續 尤其是比如說在加州 或者在一些城南大陸 你看過一個影片 是一個美國白人 在中國城 爆打一個黃種人 直接在路上去被他施以拳打腳踢 然後最後滿臉都是血 旁邊圍觀的中國人其實是很害怕的 但是沒有人真的敢插手 但是最令人震撼的是 旁邊站了一個美國警察 就看著他打 打到最後那個白人決定要離開 還跑去拍拍他的肩膀 好像說辛苦你了這樣子 所以這是非常令人傻眼的 這樣子的一個現象 最後這個宗教團體的這些領袖們 然後對於這件事情是有欲以譴責 是 那我剛才提到了 對於台灣的留學生看這個事情 台灣現在的留學生 我周邊很多朋友他們的小孩都回來了 因為他們學校美國大學幾乎都關掉 連實驗室都關掉 所以大概都陸陸續都叫回來 現在很多台灣的留學生都回到台灣這裡來 當然也有人講說現在美國就推動 藉這個機會推動線上教學 那線上教學 老實講你在美國受教跟在台灣受教 差別不大 差別不大還是有差別 因為畢竟美國的環境跟台灣是不一樣的 你怎麼看這個事 其實COVID-19對於美國的校園 應該是對美國人的生活產生巨大的改變 那麼校園也因此受到改變 在上個學期 那個疫情突然之間 在學期中的時候爆發 那麼老師們被要求要改成線上教學 其實那個真的是上個學期 對於很多學校來講 或很多老師來講 那真的就是一片混亂 那麼很多老師他並不一定具備著線上上課的能力 或者是他現在上課的這個教材本身 並不適合改成線上上課 比如說有一些是重視的是 實習的課程或討論的課程 沒有辦法在線上操作 所以因此很多老師就匆匆忙忙就結束 甚至就是說考試都不知道該怎麼考 所以上學期我聽到很多的一些說法是說 很多的課程就是很匆忙的收尾 然後是一團混亂 然後學生們被臨時告知要改成線上上課之後 學生們就紛紛離開學校了 他們可能就回到自己的家去住 因為離開了宿舍之後 宿舍還可以退廢 然後住在家裡面可以吃爸爸媽媽的 所以校園就突然之間就變得幾乎全空 而且整個building全部都被鎖起來了 根本沒有辦法進去 那麼這是上學期的狀況 因為我所知道現在正好是他們的summerton 上面數幾單的時候 所有的課程目前基本上應該 我所知道的應該全部都是 還是維持線上上課的狀況 對 那麼下個學年度 新的學年度9月開始的話 我所知道有一些學校陸陸續續就要開始恢復上課 加州州立大學它仍然宣佈 目前它是要採取全部線上課模式 但是加州大學本身它是目前還要 你講是一個是UC 一個是Castell 對 那麼加州大學它本身是 可能是會恢復復課 就是Physical的那個實體課程 但是同時也會開設那個線上上課的選項 讓學生們來選擇 因為他們顧慮到有些學生 比如說如果是加州有老人家跟他同住 那麼如果他到了學校來上課感染了 然後帶回去 然後會使得老人比較容易感染 造成一些這個健康上的影響這樣很不好 所以學校方面他們有很多的考量 其實真正最為難的考量是孩子 那麼比如說國小小朋友到底要不要復課 這對於很多的州來說仍然是很難下決定 還沒有決定 很難決定 那麼我所知道的比較有決定的是 德州的這邊的學校 他們現在目前是同時採取線上課程跟實體課程 那麼像印第安那州的普多大學 他們是把整個學期的中間的那個break October break把它取消掉 把學期濃縮 希望最後能夠在Thanks Stephen之前 把整個學期的15週全部上完 然後學生就離開 他們的擔心是說 學生在中間放假的時候又跑出去玩 然後回來之後又會造成一些 可能有另外一個擔心 像Yacobinatin的新冠肺炎的狀況 目前來講當然是台灣是趨緩的 德國世界很多國家趨緩 但美國也趨緩 但是它數字又上來了 因為George Floyd的那個示威遊戲 很多人的區域 現在來講Floid被人家壓制了 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到最近的新聞 連台灣的新聞也是大版面在做 所以我不能呼吸 要變全球的運動 I can breathe 就是我不能呼吸你爸 我不能呼吸不能呼吸 叫了幾個小時被人家壓制到 被白人的警察壓到死 那美國來講的話 原來是用三級謀殺是比較輕的 來類似要對付他要起訴他這樣子 現在改成二級謀殺 改成二級 那現在全美還是不滿意 所以這裡面是兩個 等於是兩個軌道在跑 原來的川普講到這個情況 其實對種族的問題要挑起來 對白話很嚴重 可是現在講的是也挑起來 可是挑起來是另外一個 壓制川普的就是I can breathe 這個運動全球在走的話 等於某種程度在譴責川普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事情 它是有一個因果關係 因為長期的COVID-19這樣子的一個lockdown 然後經濟的蕭條 然後這麼多人失業 然後再加上這些種族歧視的語言的挑釁 那麼使得後面 當這個George Floyd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那麼大家就是已經悶太久 而且大家 劉教授講的那個Froid就是那個黑人被壓制到死掉那一位 對 那位死亡的那位黑人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影片 八分鐘的影片 就是美國白人警察用他的膝蓋壓在他的頸動脈的地方 壓了幾分鐘了 八分鐘 八分鐘 然後他躺在那個地方不能夠動彈 然後他說我沒有辦法呼吸 媽媽然後我快要死了 好 然後可是這個白人是完全冷血 然後完全那個 看他那個表情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我覺得這裡面多多少少跟 跟川普挑撥種族之間的關係 我覺得多少有關係 據說這位 這位美國白人警察是川普的忠實支持者 據說 那麼無論如何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現在這樣子的一個大爆發 基本上是反覆前面那個被壓抑的情緒 一方面大家對於這個疫情人心惶惶感到恐懼 二方面就是他們的失業 那三方面他們對政府不滿 對川普的這個團隊很不滿意 那麼再加上這個血淋淋的這個VD 其實他現在是高科技實在 大家很快就可以實施記憶的真的是看到現場 我覺得那個現場看的真的讓人覺得是 觸目驚心的 真的是觸目驚心 你看到一個黑人被壓在那個地方 從有生命的狀態 然後到最後微弱 到最後死在你的眼前 而那位白人的臉上是面無表情 而且是冷酷無情的樣子 而且旁邊他就是警察 對 而且是他的夥伴在旁邊是跟著他一起 就是完全視若無毒 就看著那個黑人死在自己的眼前 我覺得那個畫面真是太震撼 它真的是抵觸到了人性 人性的那種最最基本的這個憐憫心 他是真的是就是我覺得只要是人類 我覺得就很難去容忍這個部分 但是回頭來看川普他仍然是以選票考量 我們剛剛講過就是說黑人的票倉 黑人不是他的票倉 黑人在之前他的這個投票率 川普只有8%而已 所以川普根本不在乎黑人 所以在這個事件 這麼大的事件爆發之後 川普從來沒有想到說 要站在人權的立場 為黑人說話 而且他是以暴自暴 他是以暴自暴 原因很簡單 因為馬上要選舉了 他希望美國趕快安頓下來 不要大家不要再來示威了 要安靜回去 所以他想要用非常暴力的方式 趕快消敏這樣子的一個示威遊行的活動 因為選舉到了 他希望能夠營造的是 一個太平盛世的一個氛圍 那麼他沒有想到是說 當他這樣子做的時候 其實跟人民之間的這個情感的這個感受 是完全相反 那麼其實在COVID-19的時候 我覺得中央跟地方就已經產生分別了 因為中央一直在丟包 然後中央一直說沒事沒事 結果最後這些嚴重的疫情 是地方的這些州政府們 他們自己必須要去收這個爛杆子 現在這個情況也是一樣 現在這個情況也是一樣 所以也就是說今天 川普他認為說 啊 我們大家趕快回家 你不回家的話 我要放最兇的狗去攻擊你 我要用最狠的武器 放狗咬人 對 我要放狗咬人 我要用最狠的武器 這個去呼帶你 而且叫軍隊要出來了 對 軍隊出來 那個什麼位 looting stars shooting stars 所以他說的話是非常恐怖的 沒有想到他可以說出這樣的話 他說我是可以直接 用真相實彈去射殺人 這樣子的言語 那麼 所以我們很明顯看到 就是說在COVID-19那段時間 中央跟地方已經產生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美國人民 因為這件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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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orge Floyd的事件 那麼大家重新的呼喊 我們需要重新檢討 我們的美國的人權的問題 而且他們認為說 這個不是一個incident 這是一個系統性的一個人權問題 從古到今 從有歷史黑人解放以來 在美國人的歷史上 北革一段時間這樣類似的案子 美國的種族問題一直存在 一直存在 一直存在 然後也是民眾抗議 對於這個警察之類的 等等的 我們的政府幾乎 對於美國的情況不敢講話 不敢 對於香港講話講得大聲 對不對 這讓人家感覺就是 雙雄標準嘛 你怎麼看 對 當然其實香港的警察 那個還沒有這麼凶狠的 去對待人 然後台灣就覺得說 那時候也 因為那時候也在選舉 所以你就發現到 政治人物 這個政府在選舉的時候 執政者他的心態 他的做法跟不妙選舉 是完全兩馬子的事 這個提供給各位當參考 今天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我們的劉教授 也謝謝各位給我們指教 對於我們開始關心周邊的事情 各個領域 各個方面 方方面面 我們會陸陸續續 請到一些專家 請到一些人士 來到這個地方 跟各位來見面 跟各位來聊 謝謝 OK 拜拜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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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